蘇醫生剛才說得這麼好給我們聽 根據我們關於糖尿病 當然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胡主席說 人民頭上有三座大山 其實香港人有兩座大山 一個就是糖尿病一個血壓 一個都是兩個大山 所以剛才蘇醫生也說了 如果做這件事 一定有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以及怎樣做都不夠 因為問題實在太大 我現在最近就想想 我們可不可以在我們private那裏 因為剛才蘇醫生也說了 如果不是在威爾斯親王醫院 當然好 因為他們的resources會多 但我們私家醫院打單拋一個人 私家醫生打單拋一個人 有甚麼辦法可以幫得到呢 剛才也說了 如果你想要醫治糖尿病 第一要risk stratification 第二要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第三要protocol driven 第二要evidence based 那私家醫生可不可以做到呢 最近就做了一個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 tool 即是希望可以做到蘇醫生要求的事 但就在私家層面 蘇醫生就先說過 香港人每年 100個病人之中 有46個病人是要洗腎的 即是晚期腎臟病 每一年100個 其實都不止 如果我去洗腎房看過 整個六成人是要洗腎的 總之糖尿腎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個大家都知道 如果這裡分開 都是在這裏 即是說 在糖尿腎那裏 佔了46.2% 這是醫管局的資料 如果我們私家的 就比較上重 因為私家病人 通常是腦藥殘兵 才會找我們 所以是多些的 糖尿腎 我們知道diabetic nephlography 其實蘇醫生都說了 這是很大的問題 其實可以delay 甚至可以prevent 可以防止它 Early detection 當然知道 比如我們有一個 microalbuminuria 的tools 大家都知道 可以用得到 知道有很多藥 可以癒得到 同時Family physician 來說 我們每一個人 都可以take up 一個emptive law 大家都知道 如果interventional 例如 lifestyle 沒有吃得那麼好 trick by systemic control 跟著蘇醫生的指示 做 blood pressure 剛才蘇醫生說了 13080 用ACEI 或者ARB protein restriction 因為糖尿腎病 protein當然少些 blood lipid 都要控制得到 當然我們知道 任何一件事 我想蘇醫生同意我講的 就是最重要 是控制血壓 血糖當然重要 但血壓其實也重要 因為所有的study都說 你減少了10% 血壓已經減少6.7% 所以血壓 任何人都可以做到 控制得好 就可以了 這個start 都可以看得到 如果血壓降低之後 Rage of decline 也是少了 血壓 我們知道 通常我們是3080 但如果 脂肪變得多 我們希望它再減少 就是B rate 12075 不過未必能做到 但我們希望 這是我們的target 可以做得到 我們知道有兩件事 就是ACEI 或者ARB 當然是一個很好的藥 剛才蘇醫生說 他看看 究竟是不是每個人 都能用到 如果有diabetic 那些患者 如果有這件事 當然是好 這是第一選 Bs control 就是UKPDS 講完UKPDS 我都不認識 你也知道 總之 如果減少了Bs 你的complication 就會變少了 但問題是 如何處理 diabetic lymphopathy 有一個問題 因為 如果diabetic 那些醫療 很多時都要 跟Reno function 掛勾 如果你的Reno function 差了 其實有很多藥 就不能吃 或者充足減低 但你怎知道 患者的Reno function 是否好 如果 Serum Cratin 其實就不太準確 最準確的 EGFR 叫做 Estimated Chromal Filtration Rate 那個會比較準確 但那個 要有什麼 要計算 就很複雜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 這是一個 就是 它將 Serum Cratin 隨意 88.4 就是 Vinimal to the power 減1.54 我根本讀 form 6 都不會計算 現在 age to the power minus 我還需要 -0.203 我不相信 以前是認識 現在是不可以 沒有人認識 這是很麻煩的事情 例如 最簡單 如果 type 1 就是 Kidio Function 是常常的 那當然是 蘇醫生 經常都說 你說 Diabetes 有事 那是甚麼方面 但其實 如果你的GFR 是少於40mol 其實這個 就不太好 即是不太用得 例如 Stage 4 到5 已經在洗腎 根本就直接用得 不然有Lectin Acidocid 所以很多人 就會很害怕 究竟有不可用 那是修復 收復於Eurea 有些是Long Acting 有些是Sort Acting 很多收復於Eurea 是不便宜 做Kidney Excrete 如果你的Kidney 失敗了 再給予Long Acting 收復於Eurea 那是Hypoglycemia 有4天才能醒來 很慘 其實DDP Fointingibita 也挺好的 不是它是我的推行 就是我才這樣說 不過它在Stage 1-3都可以用得很安全 Stage 3-5都可以用得 不過都是要減少或者短時間要加強 但問題在呢 可以知道它是Stage 4才行 還有要提到或不提點我才行 就這樣對著病人 我怎可能會做這麼多事情 於是呢 其實如果你有任何一件事 最重要的是 蘇醫生說過了 就說你首先知道它是Chronic kidney disease Diabetic laboratory 其實也有Chronic kidney disease 然後會分開了五個Stages 每一個Stage有的東西是不同的 但問題是很難記的 其實我是記得的 因為我經常都要做 Stage 1 多過90 Stage 4 每個人都不記得 就是60至90 這樣都很複雜一下 如果我們少見的就更加難了 有什麼辦法呢 現在這個Project就說 好嗎 我用一個 如果我用一個 最理想的 可以計算到醫治的File 第二 Equation 我可以自己計算 解決後 可以將它Statify 是怎樣的 還有 就告訴你 這個叫Protocol Driven 就是蘇醫生說的 就告訴你應該怎樣管理 如果做到這樣就最理想 譬如有時候這個病人 這個不是蘇醫生的病人 不是在聊天的病人 所以不用說 這個是添液的 這個病人 這個病人 Urea 就是18.2 他一天連值187 這樣 他給予藥 Beta Lactylismatformin 究竟是否正確 這個實的 添液是真的 不過不是你的病人 怎樣 我們看到了 Urea就是這樣 Urea18.2 他一天連值187 這是十字 A1C就是7 究竟我們應該用了什麼藥呢 其實如果製造了EGFR 他只有25% 這是一個Stage 4 所以如果Stage 4 你用了 其實Metformin 也不太好 蘇醫生的想法同意 就是Metformin 我知道他會減少了 Dose 但其實也是危險 Dose 就是這麼長的疫苗 對現在只有EGFR 25% 其實就不太好 但是醫生 當時他不太好 你看到 100輯 那是多好 有什麼不妥才可以 其實也是有危險的存在 所以我不如製造一個 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 Tool 這個Support Tool 用電腦的Computing Power 就用Decision Support 即是用Agrifum 即是蘇醫生的Protocol Driven 來計算 那製造了 以修給VC訊 那醫生就不用這麼麻煩 那用什麼好呢 我想了很久 用什麼呢 最好呢 最理想的Mobile 有時候是巡房 也要用的 有時候是駕駛車也要用的 第二 要 quick to set up 一開就可以了 因為如果你看看 烏醫生的電腦 你用Dialog Book 給我十分鐘才能開得到 那是沒有用的 即是一開就可以了 那第一 很快 沒有啊 你那個印度很久 在那裏 三分鐘 開完做Excel 有三分鐘 做一個很強的Computing Power 有一個last screen 因為我們看東西都不可以 就可以印一個hard copy出來 最好一整個不記得 要便宜 即是 inexpensive 要便宜 最好的Software又便宜 最近我決定了選擇iPad iPad 1 2 3都可以 為什麼呢 iPad來說根本很便宜 那我沒有 沒有不要緊的 明天有一個iPad 3 你再買一個iPad 3 跟著呢 就送給你兒子 拿了他的iPad 1 用就可以了 即是一家便宜兩家賬 即是親子就是這樣 還有這個 那我自己買了一架iPad 1 就是兩千元 在Yahoo那裏 即是必回來的 二手 兩千元而已 那我看見iPad 3 很手機 即是可以隨時拿著手 鏡頭又夠大 又漂亮 那我說用這個 好嗎 用這個之後 那我要求的東西就是這樣 我寫了一篇文章 就說 我只要安排病人 這個C1 製成H6 和Raisop的Patient 那它自動要計出EGFR 那如果你順手計算BMI 那些就更好 即是你進了腳的hight 和身體 還要計算BMI 不過這不需要的 那它自動判掉了 CKD的Staging CDD社會 那它還會告訴你 如果dia tactic 應該怎樣處理 那個rinal 應該怎樣處理 那就可以找一個print out function 那就是最理想 我做了一个这样的课程试一下 素生试 看完之后居然立刻自己试到 自己就用了 很容易用三分钟搞定 任何人都会用的 素生是很聪明的 不过他三分钟 我们六分钟 但也很容易用的 很简单的 这个就是这样的 先给一个screenplay 我开了一个 Structure Management in Diabetic Life Property 你只要入那个 名字可以不用入的 不过入的话 你只要喝了硬咖啡才入 H1一定要入 CX一定要入 Body Rate也不用 Rais就是一个 我们自动当它是 Non-African-American 即不是黑人 我想你也没有黑人 所以自动就认识了 这些Body Rate 你不入也不要紧 Serum Gratine就一定要入 进入之后 它自动就会计 这个日子 有时候你说 如果入到病人的 春生的疫苗期就更加好 1957年4月 它会自动计算54岁 如果你说没有 就有个A车 它都没什么所谓 都随便入一样就可以了 进入之后 它自动计算出 这个 就计算到EGFR 即140 那就是Stage 1 Stage 1之后 如果进入A1C 它告诉你8 你的Target是6.5 刚才苏伊森说 应该是7 我们后来会改变7 即是会返回你 你这个不够 如果进入System 就会变得更多了